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洛 來來來 那麼趕緊開始拍GOGO 好的 我們今天這一期要來玩一下這個超猛紅 我們現在人呢在華蘭市這裡 那麼我私底下已經穿過的月見衫 然後在本期開始之前也有稍加訓練 而上一期抓到部分的怪葉已經進化上去 首先是這個拉魯拉斯 進化成了提魯立安之後 本來那個小洛相見的造型 變成了一個穿著白色小洋裝的妹子 再來是另外一隻捲捲耳 我覺得他進化上去啊 變成這個長耳兔他這個造型 呵呵 兔女狼是不是 整個身形也是相當的豐育 但不曉得為什麼看著也是蠻喜歡的呢 嘿嘿 不錯 不錯 這個設計令我相當之滿意 再來就是土狼犬進化成大狼犬 這個就還好 不過總體看起來是蠻帥的 總而言之呢照這樣看來 我覺得這版比我之前玩的漆黑美少女 應該每一隻都設計的比較好看哦 好啦 那至於其他還有什麼萌娘 我們接下來的劇情呢再慢慢的來觀看 待會有空啊也會到各個草叢去 給大家演示一下 那麼為了不要浪費過多的時間 所以說我靠了一些大師球出來 畢竟為了滿足我這個收集控的慾望啊 這當然是必須要一發入魂的 來來來 走走走走走 總而言之我們這裡一開場 先來挑戰第二道館的小霞 只有那些懂得戰術的訓練師會出現 而我的戰術就是用水系強力的猛攻 我看你估計又要噴水了 那我們的初代美少女小霞 第一隻派出來的是角金魚 那麼我在隔壁草叢抓了一隻草叢的 所以說發一個絕招 再來第二隻長翅哦 哎呦他這個水手服看得好可愛哦 然後他旁邊還設計了好多信封 他是一個一個送信鳥的概念 看老子倆下搞定哪泥 隨後第三隻的話寶石海星 這在幹嘛 哦我懂了我懂了 是我看著角度的問題 我剛剛一瞬間看到他兩腿之間啊 好像頂著一個什麼東西一樣 不過他這個設計應該是他穿著一個 穿著一個海星形狀的裙擺哦 你一個小小年紀腿不要張那麼開嘛 啊直接被他射死 我想想哦對面有帶超能力系的嘛 可以用邪惡系的絕招咬住 效果拔群但是威力不怎麼高 再咬一下啊聲音滴血加油啊藍二 再咬一下就好不行 車輪戰接著上大狼拳 而這一隻也可以發邪惡系的絕招 好莫光線啊 我hold住了可惡對面殘血 就剩那麼一滴而已 不要這樣子 那靠你啦我的兔女郎 用你的肉蛋電光一閃 直接撞爆他殘血收頭 他們成功鋪倒小霞 從他那邊拿到了藍色徽章 除此之外應該也沒有其他事情了吧 OK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到上方 打一下我們的勁敵 哎呦還對我用剝殺 嘿打到了 來趕緊切換一下 對面的第二隻鐵雅鈴 這個鐵雅鈴是拿著一個拖把在拖地是不是 再來第三隻的話是潔尼龜 這還沒進化上去 魔法葉我們輕鬆搞定 然後再給我們一個道具 聲音紀錄器什麼什麼的 稍微保存一下緊接著走 這裡應該是要打六round的車輪戰 那麼這裡也可以順便看一下 他們都用一些什麼樣的怪喔 這一隻的設計造型我還記得 我覺得看起來挺不錯的 然後珍珠貝的話 好可愛喔這個 小蘿莉就是小蘿莉 通通解決掉之後呢 獲得一個神秘大禮 就給我們一個金珠而已喔 我還以為會給我一個Mega手環之類的 話說這個版本目前為止玩到現在啊 有關於超進化的消息 我還是沒有任何的頭緒喔 所以我想說先一邊破劇情 然後一邊看看說 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地方可以拿得到 還有這個大鱷魚 呵呵 你們看他頭上那個帽子 感覺好像他腦袋瓜被吃掉的一樣 這太Cue了吧 OMG 好好好 盡量都打一打吧 反正我的奇魯莉安 如果稍微訓練一下練快一點 升到30級 就可以看到沙奈朵了 之前玩漆黑的時候啊 我記得當時的沙奈朵 設計的沒有很好看喔 不過這一次好像比較不一樣了 值得期待一番 還有這個呆呆獸趴在地上的感覺 你在曬日光浴是不是 然後這些訓練家身上的怪 目前為止看起來都大同小異喔 這個大壓迪設計倒是不錯 熊寶寶 居然在哭 上面有個道具剪一下 秘密之地 OK應該差不多了吧 再打 再打這個應該就可以了 OMG 天啊 差點不要給陰了 趕緊切換一下 一個小皮丘 傷你 最後一隻四紀錄 衣服倒是設計的不錯 好了解決了 都打完了 我們去找正輝 觸發一下這個傳票劇情 然後待會我們就可以到第三道館枯葉師那邊 不過話說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旁邊 這以前本來是沒有這棟建築物的 情人什麼什麼東西 我沒看清楚 情人膠 WTF is this 由於我現在沒有衝浪 所以說不能 不能出海 然後旁邊有一男一女 女方說我和我男朋友 正在慶祝我們的結婚紀念日 十年前我們第一次約會時 就看到愛信魚游泳 Asoga 那男的咧 90%的人說他們在這裡找到了愛 你一定是那10%的人 沒錯 可惡 氣死我啦 為什麼他媽玩個遊戲還要設計這種橋段 我這個單身狗看了又淚流滿面了 看我的忍數NTR之數 嘿嘿嘿 好好好算了算了算了 太壞了太壞了 走走走走 至於其他地方沒什麼事情 走吧 先離開這座傷心地了 阿對齁 剛剛我經過上面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在 還沒有在這裡的草叢 稍微遇個幾隻 唉呦水月魚 我的設計超棒的耶 果斷收服 去吧大師求武 這個我有時間再稍微訓練一下 這裡遇得到水月魚的話 那其他兩隻火製機跟木手弓 不曉得是不是也在這裡 反正對於我來說 看到什麼就抓什麼 也方便我進行圖鑑的蒐集嘛 喔有了有了 果然風雲的玉三家都在這個地方 順便一提成都的玉三家的話 在華南市的左邊草叢 原來上方是這些啊 一樣有時間我再練一下 然後除此之外呢 就是這個木手弓 真的跟我之前玩的都不太一樣耶 這個造型 上面這裡的草叢 唉呦目前照這樣看來好像 好像跟下面那個草叢差不了多少 好啦那總而言之先去第三道館那邊 右邊過不去 然後走下方 這裡看起來沒什麼不同 我先繞到這裡的草叢看一下好了 這不是說放了一到六袋嗎 喵喵 呵呵 他擺出那什麼姿勢 欸嘲笑我是嗎 欸收服 然後還有喇叭牙魅力喵 結果震盪屋準備要離開的時候 遇到了一隻扭拉 他手上的那個雙勾設計也是蠻酷的喔 算了不管了 走吧我們向下衝刺 穿過地下通道之後 就會接到六號公路 路上還有一些訓練家 能打的就盡量打一打 喔他也有一隻狩獵鳳蝶喔 這個我上一集結尾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其實他的服裝設計相當的不錯 就是這個髮型還有臉型的部分 怎麼看起來有點苍老呢 呵呵真的是 反差感有點略重 OKOK趕快到下方的城鎮補個鞋 然後一樣我稍微四處詢問一下 他說你有獵雀嗎 跟我的大蔥鴨交換 欸我不記得我也沒有那個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刷欸 欸都我看看喔 喔找到了找到了 反正就當作是收集圖鑑 能換的就盡量換一換 那麼拜拜啦我的獵雀 對就換一隻大蔥鴨過來 這邊看看長什麼樣子 天啊拿著一個武器長蔥 全集中蔥之呼吸 再來是隔壁房子 拿一個自行車兌換券 右邊接11號公路跟地鼠洞 然後如果要挑戰道館的話 需要有居合展 啊對了剛剛上方的草叢 也還沒有去看過齁 這邊來瞄一下 這裡遇得到象尾瞄 那一樣果斷收服了 我的天啊好多好多隻 這些妹子抓也抓不完啊 我都有點懷疑自己能不能完成這個圖鑑 要完成全圖鑑 我不要求自己一定要全部把他們抓到 但我希望是可以遇過一輪喔 哎呦就看我有沒有那個時間吧 都抓的差不多了 那麼接下來我要到船上去 這裡有不少的訓練家不需要對付 所以說我這裡先暫停掠過一下 OK那麼經過了一陣努力之後呢 成功打完了船上所有的訓練家 那麼最後就是去拿一下秘傳機 不過在那之前要先打一下小綠 來看我的火焰牙啊 沒中卧槽 你給點力啊 哎呦好像跟剛剛的不太一樣呢 嘿原來大維力是長這個樣子 天啊太可愛了吧 然後再下一支齊土地安 不過我的等級已經提升到了30等 所以說等一下就進化了 殘血收頭 我們成功鋪倒了小綠 隨著等級的到達 我的齊土地安終於 登登登登 要來了沙奈多 嘿嘿 好像跟我想像的有點相去甚遠 不過總體的設計來說 跟我之前玩的那一版 相較起來已經好很多了 這一身的白色禮服造型 加上綠色的西上襪 還有頭髮旁邊的裝飾 哇呦還不錯啦 而且依舊保持著那小肉相見的優良傳統 嘿嘿 OK這邊的劇情結束 上去跟船長對話 而當你們拿到秘傳機01之後 這裡也就沒事了 直接離開下船 那那麼接下來直接去挑戰第三道館 我們這一期的進度可以拿兩枚道館的徽章 然後呢我私底下會多方訓練一下 一口氣多墊個幾隻 然後斟酌下一期 看看其他隻的一些最終進化型 來吧來吧 道館裡面 唉唷這個黑白相間的設計 天啊超Q的耶 這個是第五世代合眾的怪 沒想到設計相當之好啊 看的是非常讓人覺得喜歡 然而我這邊咬一下 我就直接麻痺了 我還好你燒傷 白白衣 我要小心一點啊 養精蓄銳一下 我們打電機器面對這種麻痺的combo 個人還是覺得有點棘手的 來啦一切準備就緒 我們跟馬之士對話啊 那麼他的第一隻派出來的是導電飛鼠 我的屬性上沒有任何的優勢 所以說直接來啦 OMG果然是電磁波的combo 再咬一下就好 撐住啊火恐龍 這邊應該是不能跟他打持久戰 再來下一隻的話是樂克貓 踢下去沒有什麼效果 來得及吧來得及吧 十萬福特 太強了 上把沙奈奪 見識一下我這最美的萌娘 兩發念力帶走 隨後第三隻是三合一此怪 雙馬尾的萌妹子 其實也是蠻常見的喔 我們火克剛一下搞定 最後是他的王牌雷秋 雷秋的話 跟漆黑內版的一模一樣 繼續念力 還想kiss我 沒用的啊 解決掉 看到了沒有 我們成功三下搞定 然後拿到了橘色徽章 我們這麼一來就可以了 走走走走 我們這一期最後的一點點時間 我就穿越一下地鼠洞 去拿一下秘傳機零物 然後剩下的部分我私底下解決 那麼各位好朋友啊 如果說也有來玩的話呢 不妨也可以多多的探索一下 雖然說這版這種萌娘的設計啊 玩的也是挺爽的 不過每次做這種 以火紅為基底的版本的時候啊 我應該是不會做的太長 所以說除非我給大家演示 一個什麼全圖鑑 要不然的話 有些怪 大家只能夠自己去尋找了 這個說凱西換魔牆人偶 我記得我好像也有凱西耶 等一下來交換一下 接下來到這個位置 已經收集到的十種不同的萌娘 這樣就能夠拿到秘傳機零物 那麼在回去之前 先順路來一下這個長盤式 我記得我是有抓凱西的啊 我的凱西在哪裡 在這裡 隨後再跑回剛剛的地方 跟PC交換的話呢 這樣也能夠省下我之後 有些怪找不到的這種情況啊 來吧凱西拜拜 趕快過去 這邊看一下這個魔牆人偶 欸這也是跟之前那個一樣啊 就是一個粉色小丑女的造型 你是哈利Queen啊 OK啦 那我們這一期的市場也差不多了 總而言之 私底下呢 我會把這附近的訓練家都打完 然後回一趟華蘭市 我會再到右下方行走 不然下一期一開場 就直接在紫苑針那裡 那到時候我身上的怪 應該也準備的差不多了 如果說還有看見什麼 好看的萌娘的話呢 會再給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好的OK 感謝各位 謝謝拜拜 沒錯 給大家看一下 會大問題 很打開 您的意思 您就擔心 看不得了 有閃以後 那是 對 都會不會 會不會 分別 開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